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巨蛋先生频道,我依旧是师妹 平时看电影时最怕的是什么呢?是恐怖片吗?不是 是惊悚片吗?也不是 师妹最怕的还是由真实事件改变而成的电影 这种类型的电影往往给人一种很压抑的感觉 就比如说熔炉、溯源 看完之后总是会不由自主的去思考一些问题 今天师妹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根据2008年王家梅命案改变而成的电影《踏雪寻梅》 梅自然指的是王家梅 而寻呢,指的就是寻找死者的尸体 剩下的踏雪梁子就是字面意思,踩着王家梅的血 2010年的某一天,警方突然收到一条报案消息 案发现场是一出租屋,死者为16岁的原教少女小梅 尸体目前在未找到 嫌疑犯是出租屋的男租客阿聪 目前也未发现她的行踪 这起命案的后续如何,我们后面再说 先来听听小梅和阿聪的故事吧 小梅是湖南人,七年前母亲蓝姨改嫁 小梅本该跟着蓝姨一起来香港生活 却因申请过不了 只好先在东莞生活 这样也方便蓝姨探望她 一年前小梅来到香港 和蓝姨还有姐姐大美团聚 平日里,家里的开销都由蓝姨一人承担 蓝姨在一个娱乐场所以赔偿为主 虽说不上大富大贵吧 但女儿想要的东西还是买得起的 只是偶尔也会因为金钱方面的事情发生一点冲突 发育早于其他人的小梅 一直都有一个当模特的梦想 加上在学校和同学们相处并不算愉快 初三这年 小梅便辍学出去工作 贴补家用 模特面试这天 小梅拿出自己的最佳状态和别人竞争 却没想到还是落选 模特没当上 到时当了一个准心探 说是心探 其实也就是每天在人流量大的时间段里 到处给外在条件优越的人洗脑 逮住一个算一个 不过就这么点钱 完全不够的呀 于是 小梅去到金狗门里工作 能挣多少是多少 可是就算两份工作交在一起 这钱对小梅来说还是有些少 机缘巧合之下 金狗门的同事带她做起了皮肉生意 因在东莞时 小梅已经和前男友发生过关系 所以这一行对于她来说 倒也不是那么难 床上的她对客人百依百顺 毕竟 听话的人得到的报酬也多一些嘛 当存款达到小梅心中标准的那一刻 她迫不及待的来到首饰店 买下那对价值4000多的新型耳环 新型耳环对于她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前段时间 蓝衣的同事送了一对新型耳环给她 但是没过几天 同事又因为她自己的女儿生日 而将这对耳环收回去 换了一对一模一样 却只值几块钱的假货给她 从那天之后 小梅就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她暗自发誓 一定要自己挣钱 将这对耳环拿下 现在她做到了 买下了这对耳环 并且再也没有摘下过它们 小梅千算万算 从没想到自己会爱上嫖哥阿伟 阿伟应该是属于女生比较喜欢的类型 头一次见面 就将公益广告上的小梅夸得天花乱坠 恋爱脑的小梅自从爱上阿伟的那一刻起 就再也没有收过她的钱 这天她接到阿伟的电话后 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就出门了 以为是约会的她 再见到阿伟的前一秒 脸上还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谁知阿伟这次约她出来 是为了让她和自己的女朋友 解释清楚她俩的关系 即使被阿伟的女朋友骂是垃圾 小梅还得忍痛解释 这件事对小梅的影响还挺大的 毕竟自己是真心喜欢过阿伟的 但一颗真心却被她无情践踏 小梅开始放纵自己 在客人的家中待到天亮才回家 被阿聪杀死的这天 是她俩的第一次见面 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阿聪29岁 是一名货车司机 和黑帮有些关系 偶尔会兼职贩卖私烟 她这个人吧 话不多 朋友也没有 脾气还差得要死 经常和别人发生冲突 在她8岁的时候 曾经遭遇了一场车祸 母亲在车祸中丧身 而父亲也坐上了轮椅 不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阿聪不管住哪儿 都会将母亲的照片挂在墙上 只要能看见母亲的脸 也足够了 这是她最重要的东西 容不得一丝侮辱和不尊重 除了父母以外 阿聪还有一个名恋对象荣荣 为了讨荣荣开心 阿聪省吃俭用给她买礼物 荣荣对她没有一点兴趣 也拒绝过很多次 只是对她的示好 她从不会拒绝 甚至心安理得的手下 她敢这么做 不过是仗着阿聪喜欢她罢了 荣荣在阿聪心中的地位 仅次于父母亲 要说是白月光嘛 倒也不至于 但喜欢是真的很喜欢 和她合租的室友小飞 是个小混混 看到美女总是忍不住 上前调戏一番 第一次见到荣荣 是在她俩合租的房子里 小飞对荣荣那不礼貌的行为 激怒了阿聪 要不是荣荣在一旁阻止 她肯定得爱一顿毒打的 某天荣荣和男朋友分手了 她找到阿聪 试图在她的身上得到一丝安慰 不过来大姨妈的时候 哎呀摸摸怕就有点过分了吧 这次之后 阿聪每次自我安慰前 都会用刀片搁伤自己的手心 以此回味和融融浴血奋战时的感觉 时间回到案发的第二天 警察正在小梅的家中调查一些事情 蓝衣对他们态度实在是说不上好 却又不能拒绝搜查 每当警察说到小梅已经遇害的时候 便是蓝衣情绪最激动的时刻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女儿 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又或者可以说是 她不愿相信 前一天还在和自己斗罪的女儿 突然就离开了自己的身边 如果老天爷能再给她一次机会的话 她一定会好好对待小梅的 老赵语气温和的和蓝衣说 香港每小时都有失踪的人 你比很多家长都要幸运 好歹小梅的遇害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而有的人 几年过去都不一定能知道 儿女的消息 听完这话之后 蓝衣总算是过了自己心里内观 不再自欺欺人 那为什么没有找到小梅尸体的警方 感受小梅已经遇害了呢 那还得从阿聪那说起 就在警方调查案件的时候 阿聪主动来到警局自首 将自己杀死小梅的行为公认不讳 第一次和小梅见面这天 也就是案发当天 她和小梅共同吸食毒品 在和她发生了关系 老赵本来怀疑的是 阿聪一吸食毒品 神志不清 才会杀了小梅 然而事情并不像她猜测的那样 因为阿聪可以很清楚地 说出杀人过程 这明显是清醒的情况下作案的 当时阿聪不知用什么方法 让小梅晕死过去 可能是掐脖子 也可能是下了药 总之 第二天天一亮 阿聪知道自己该处理小梅的尸体了 接下来处理尸体的这一小段 有些血腥 接受不了的小伙伴们可以选择跳过 阿聪拿起菜刀 托起小梅的尸体 在她喉咙上割了一刀放血 十几分钟之后 等血流得差不多了 就该将内脏啥的处理掉了 割开小梅身体的那一刻 她才知道 原来这么瘦的人 也有这么多脂肪 当时她给好友小飞 打出电话感慨了一句 小飞却不明白 她说的是什么鬼东西 原来我刚少人 老婆激发我了 她将小梅的肉 全部切成小块 丢进马桶 冲进了下水道里 骨头被她丢到附近的市场里 和牛骨头 猪骨头那些混在一起 剩下的头呢 阿聪兼小梅的脸皮疤下 在晚上十点左右 用塑料袋提着 乘坐公交车 去到马头将头颅丢进海里 处理尸体的过程 阿聪全盘托出 法院没有判断死刑 而是终身监禁 其实和死刑比起来的话 终身监禁更痛苦一些 死刑就痛苦那么一小会儿 而终身监禁 却是折磨剩下的一辈子 有时候 孤独比死亡更可怕 案件结束后 蓝一和大美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才接受了这件事情 在调查小梅的背景时 老藏在她的继父那儿 了解到关于小梅和身父的一些事情 小梅的身父 在湖南经营非法赌球 每次慢连输了 小梅就会发送短信 恭喜父亲 这是她俩唯一的公图方式 老藏也是离异家庭 在和妻女分开后 她每天都很想念自己的女儿 她明白 一个父亲 见不到女儿那难受的滋味 于是 她主动以小梅的名义 继续和小梅的父亲发送短信 她不敢让一个 本来就见不到女儿的父亲 知道女儿已经死了的消息 只能以这种方式 让小梅的父亲心中 还有一丝念想 安抚好小梅的父亲后 老藏又找上阿聪的父亲 他在阿聪平时工作时 开的那辆货车交给他的父亲 尽管他已经不能够开车了 当阿聪的父亲知道 儿子杀人坐牢后 没能熬住 离开了这个世界 老藏带着阿聪父亲的遗照 去到监狱里看望阿聪 除此之外 他还想弄明白 到底为什么会有 这件杀人事件的发生呢 不是因为吸毒乱了神志 不是为钱 不是私人恩怨 也不是性虐待 为什么 起初老藏以为 阿聪在亲眼看到母亲去世后 对女性产生了不信赖 加上和荣荣的关系 让他对女性产生仇恨 这才会将初次见面的小梅给杀害 不过这个猜想被阿聪否认 他不仅不讨厌女性 不讨厌小梅 甚至喜欢上了小梅 他讨厌的只不过是人罢了 撕下小梅的脸皮 就是因为他不想让小梅当人 只是他没想到 他竟然还多杀了另一个人 剖开小梅的肚子后 阿聪才发现 那时候的他已经怀有生育 老藏还想继续问点什么 阿聪的精神却有些崩溃 被预警带回牢里 事情到这还没有结束 老藏从蓝依那拿到了小梅的电脑 看过QQ里的聊天记录后才发现 小梅和阿聪早就有了联系 他们每天都在网上聊天 从白天聊到黑夜 再从黑夜聊到白天 他们的画匣子 是从小梅的QQ签名开始打开的 这几句是郑秀文 娃娃看天下里的歌词 他很羡慕郑秀文被很多人喜欢 没有人看到自己 这是很惨的 渐渐的两人越聊越投机 阿聪下辈子不想做人 而小梅则是不怕死 甚至有时候想死 小梅的这句话被阿聪牢牢记住 因此他在见面这天 沉沉了小梅 第一次掐上小梅脖子的时候 阿聪受不了小梅那痛苦的样子 第二次 却是小梅主动拉起阿聪的手 掐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之后便是阿聪处理尸体的过程 此时 清除了全部事情经过的老藏已是无言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影片从死者凶手和警察三个不同的角度 给我们讲述了小梅被杀害的起因和过程 叙事在这部影片中占的篇幅并不算多 它更多的是分析人物的内心和他们的故事 这样的话 真实感会强烈一些更接近生活的影片 往往会让观众产生一种共鸣感 你们说小梅最后主动要求阿聪将自己杀死 是想不通呢 还是想通了呢 因为活着会痛 活着会恨 活着就要每天想着 咱活得更好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 顺便要去看看好玩的段子 缓解一下心情 明天见 拜拜